朋友们大家好 马上就要过年了 过年你家的鱼是用来红烧还是清蒸 今天铁头搞了一条鲁鱼来跟大家分享一道 开胃的糖醋鲁鱼 买回来的鲁鱼先给它清洗干净 里面残留的内脏和血液给它清除干净 这条鲁鱼两斤重 用来做糖醋会比较适合 不大也不小 清洗干净后 肉厚的地方稍微给它切一下 两面都要给它切一切 切好的鱼先把它丢到大盆中 接着再来切一点姜葱 用来给鱼去腥 切好直接加入盆中 再往里面加一小勺盐 另外倒点料酒 我们充分地给它涂抹均匀 涂抹均匀后放一边 静置十分钟 让它很好地去除它的腥味 接着我们来调碗糖醋汁 碗中倒入番茄酱 这个小孩子爱吃 来上三勺的白糖 三勺的白醋 一小碗的清水 给它拌均匀 我们调番茄酱糖醋汁 番茄酱可多可少 但是糖和醋的比例 大家要记好了 是一比一哈 好拌均匀后 先放一边备用 腌制好的鲁鱼 我们把它冲一冲 洗净后 我们拿厨房用紙 把它表面的水分给吸干 肚子里面的水分 也要给它吸一吸 接着再往鱼身上抹一点生粉 大家也可以用面粉 两边都给它抹一抹 抹均匀后就可以拿去下锅煎了 热锅来点油 稍微多倒一点 好 把鱼放进去 运好锅后 我们煎鱼 火力暂时不用太大 煎这个鱼 我们不要太心急 中小火 把它煎至表皮酥香 好 一面煎的差不多了 给它反过面来 继续煎另外一面 好 两面都煎得差不多了 把它盛出来 再看一下啊 外焦你嫩了 煎好的鱼 先放一边杯油 煎鱼的油 我们就不要了 把锅洗一洗 再次淋点油进去 倒我们调好的酱汁 先把它烧开 这个时候我们再往里面 加少许的盐 用中火把糖醋汁熬一熬 熬浓稠一点 好 差不多了 把我们煎好的鱼放进去 边煮边浇汁 这个时候火力 我们再给它调小一点 中小火来熬 把这些糖醋汁 裹满整个鱼的身子 闻到这种酸甜味 肚子都饿了三分 好 差不多了 盛出来装盘 锅中剩余的糖醋汁 不要浪费了 一起给它淋到上面 最后给它整上少许的 葱花点缀一下 一道酸甜味美的 糖醋鲁鱼做好了 鱼甜甜蜜蜜 年年有余 喜欢的朋友 赶紧收藏起来吧